報道 請問各位朋友 歡迎大家繼續收聽 這段話要訪問的是 我們衛福部台北醫院感染科主治醫師李正德 李醫師 鄭德醫師好 大家招呼 大家好 東華哥你好 我今天請鄭德醫師來齁 其實是因為前一陣子有看到一個新聞齁 彰化有一個小小妹妹 他就跟狗狗很好 那狗狗也很愛他就一直舔他 舔舔到晚上的時候發高燒 然後後來當然就送急診 好像聽說 我記得新聞上是說發燒到39度半 然後後來就是一個是COP19確診 還有一個是 我那個專業名詞不會講 就是說他好像也被狗狗的唾液 還感染了一個什麼 什麼樣的東西 那我看到那個新聞的時候 我有點嚇一跳 因為我們會養寵物的人 其實看到那個毛小孩 尤其不是大隻的時候 跟自己家裡的小朋友 如果可以玩在一起 其實那時候很開心的 可是我沒有想到說 小朋友會被傳染 所以我不曉得說 因為我太多朋友都是有養毛小孩 那個我後來就想說 我是不是真的要注意些什麼東西 所以要問鄭德醫師 這個我們農 我們容易被毛小孩傳染什麼 或者說毛小孩身上有什麼 很容易傳染給我們嗎 他其實如果講那個家裡的寵物 最常見的是毛狗 對 那毛狗其實本來他的毛髮的那個結構 蛋白質結構 就跟我們不一樣了 所以其實最常見應該就會是過敏 就是 他的毛 他的毛會 對對對 單純接觸到 對對對 那個是不是跟塵蟎意思差不多 對 因為塵蟎也會是他的 也會是一種過敏 然後他們身上也有塵蟎 我們的床上其實也有 如果很久比較沒有換杯單的話 可是除了這個以外 還會有其他的東西 我們會容易 我們跟毛小孩之間會共通的嗎 對 就是他有的是 那個 上面的細菌 上面的細菌本來就是 刺激性感染的細菌 他本來不在我們身上 他有可能藉由他的拖曳 或者是 他在接觸我們的時候 難免咬皮會有一些小小的傷口 他就可能跑進去 可是我比較想好奇 因為像狗狗都會舔我們 因為狗狗跟貓貓的 這個親密動作是不一樣的 對對對 貓比較傲叫 對 可是狗狗很喜歡舔人 我想說 他的 他的脫衣如果跟我的 脫衣有接觸的時候 我需要 我需要注意什麼嗎 他舔臉上嗎 對 如果嘴唇我們都有接觸的話 因為我看有些 我有些朋友 他們是會跟他的狗狗親嘴的 對 很愛他 這個 這個會有 他脫衣裡面的細菌 對我們人 我們人會有抵抗力嗎 應該是傷口 會比較擔心 傷口 因為我們嘴巴 其實有很多殺菌的消毒 所以我們自己 有殺菌的消毒 應該還是有辦法抵抗一些外來的 狗狗我是知道 因為我以前採訪的時候 有被狗狗 因為我陌生人 我有被狗狗咬過 採訪的時候被咬過 對 所以我第一個實驗就是 趕快去打破傷風 然後 有沒有打狂犬病 狂犬病我可以伺候打嗎 對 就是清理傷口 可以伺候打 可以伺候打 我知道那個時候 一個是破傷 好像我有打破傷風 有沒有打狂犬病 應該可能有吧 因為那時候到醫院就掛急症 這個我是知道 可是 可是 除了這個以外 像貓的話 他的毛髮 會引起過敏 貓貓會 會有什麼 我要注意的嗎 貓 我自己的經驗 不過都是朋友的貓 就是貓 可能我們比較容易被牠抓到 會 因為貓貓 貓貓很敏感的 對 那有的時候會比較難抓牠的脾氣 那就會抓到 抓其實牠 所以要定期修剪指甲 可是 狗狗狗狗狂犬病 貓貓沒有貓犬 沒有狂貓病吧 但是 如果是很深 很深的傷口 其實那個 然後又是牠們牙齒又是 比如說野生的 那如果很髒的話 傷口又是屬於處理的話 還是要打狂犬病 疫苗會比較保險 貓也要 但是 大部分的都是犬肢 犬肢感染 有記錄到的 不過狂犬病的 傳播的那個 比率是很 很低啦 就是真的會到 那個中速神經系統 感染的比率是很低 所以 一般我們也不用太緊張 對 就是現在的醫療都是 小心為 為重 就是說 避免那個 因為狂犬病致死率 是接近百分之百的 嗯 所以就是避免發生 可是貓不是狂犬病嗎 嗯 那貓牠如果牠是 那個 牠如果牠也是抓傷 或是咬傷的話 牠有時候會 也會有一些細菌感染 在人的身上會 牠有一個 比較少 那個比較罕見的 牠是一個 八通四菌的 那個 那個 細菌感染 然後有可能會造成 我們一些淋巴結的腫大這樣 可是 它那個會像狂犬病那麼危險嗎 那個就是一般細菌感染 所以有的人其實 免疫力會把它清除掉 所以 如果是被貓抓傷的話 我就是 不用刷傷水 然後塗紅藥的水 就傷口 就是那個傷口 其實傷口就是 去沖掉 沖掉它的奔泌物當下 然後後面 身體食鹽水 清乾淨就可以了 然後用一個藥膏去把它 就可以 可是如果 如果是狗狗的話 這樣子 夠嗎 如果是狗 如果我們怕 就是破傷風 破傷風其實 都要啦 如果它是 也有混到一些 泥土 比如說我們跌到地板上 其實就需要 那狂犬病的話 就是要去打疫苗 不過 這個意思 像 我 破傷風 我從小聽到大 可是我不是很理解 破傷風是怎麼一回事 你說 破傷風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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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有傷口 就有可能 它裡面是一隻細菌 然後它是一隻桿菌 是 格蘭是陰性桿菌 所以它 然後它 它是比較像是那種 驗 討厭氧氣的 討厭氧氣 討厭氧氣 很髒很髒的 然後是比較深的傷口 因為你如果很淺的傷口 那個 他們也沒辦法在那邊生髒 你說 如果這種 比較表皮的 我就不用太緊張 因為它 你很容易清嘛 第一個是很容易清理 第二個是 它那個環境很 比較不會是那隻細菌喜歡的環境 深的就活 那傷口 我大概 第一時間我要怎麼知道說 那個傷口怎麼樣算深 你說深度 我是 通常大部分人去急診的理由都是 不好止血 不好止血 大部分人 那個會跑去醫院的理由 當然 因為大部分他們 你如果所謂的表情 就是它其實也沒有流多少血 然後你很容易就清理乾淨的 如果它是有深度的 然後特別是 為什麼會說 狂犬 其實也是因為 狗如果真的 尤其野狗 牠咬下去牠那牙齒很大很深 對 那是真的會很深 很深 傷口很深 可是 可是像貓的 貓咬的深度會像狗狗 因為我知道狗 野狗的話 野狗 不要講野狗 其實家裡養的狗 如果牠有時候不小心 被踩到那一瞬間 我知道牠的那個咬合力很強 對 可是貓的咬合力跟狗的咬合力強度 應該是 會比較小吧 應該是會比較小 所以我比較少聽到說貓它也是很深的傷口 欸 不過像你們平常接觸到的 呃 除了狗以外 會還 我們人還容易被什麼咬到 咬喔 你只是寵物 寵物上面 因為現代人比較會養一些 其他的寵物啦 有的是爬蟲類啊 爬蟲類的 你說蜥蜴 對對對 比較會 但是我門擠很少遇到 門擠比較少 他們有可能直接去急診或者是 現在網路上比較會教導說傷口怎麼樣處理 他們就直接處理掉 不過我真的有朋友養蜥蜴的 然後呢 他的蜥蜴還不算小隻 像蜥蜴 我沒有問他有沒有被咬過 但是蜥蜴 蜥蜴如果我們如果能被蜥蜴咬到 我要特別注意嗎 還是 就是被那些咬到 但應該是 應該還是同樣的怕蜥蜴感染 蜥蜴感染 他其實有的時候合併的是蜥蜴感染是合併的 就不見得是他身上的 他嘴巴裡的細節 還有其他的我們身上的蜥蜴也會襯著那個 就我們自己身上去也會利用那個破口進去 對啊 所以其實是要如果在醫院的話 他還是要做培養 細菌培養檢驗才能辦法治療 才能知道是 但如果 會走到那一步 我從外表上看得出來說 我會有什麼反應嗎 你說如果那個傷口 如果他很深就會化膿 化膿 然後他的特別紅腫化膿 然後他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傷口 他會慢慢慢慢自己好嗎 看得出來的那種感覺 但是很深的傷口 如果他 有細菌在感染裡面會流出膿 然後會有腫痛 然後會紅會慢慢擴大 就會越來越像蜂窩性組織炎這樣 然後最後他會變成蜂窩性組織炎嗎 對 蜂窩性組織炎 其實就是要靠一些抗爭素去把它壓制 盡量避免那細菌的擴散 聽到這個蜂窩性組織炎 我覺得好像比較嚴重一點 對 因為蜂窩性組織炎 可以自己好 可以很輕微 但是也可以 有的人最後到截肢都有可能 那會趕快的截肢是 是自己本身身體有狀況 如果他免疫力比較差 或者是他真的脫太久 脫太久 我覺得有的人是比較 沒有認知到那樣的恐 所以真的會有人脫很久 還是會 但是現在的醫療 因為現在的抗爭素 雖然現在有一些抗藥性的問題 但是針對我覺得針對野外環境的抗爭素 應該都還是很夠用 所以 只要 沒有抓錯那隻細菌 沒有猜錯 應該都還是來得及 但是怕的是說他 就很久才來醫院了 就自己把時間耽誤掉 可是這也是 像 我不曉得有一些東西 就是 像我有 有的時候我們 會去公園 嗯 那你知道台灣現在公園那個鴿子都不怕 現在的鴿子都很自由 然後呢 公園裡面有很多路燈 我有一次呢 就去走路 嗯 然後呢 就掉下來 那我第一時間當然我會把它撥掉 可是我會有一個 我一直會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 像 我不曉得鴨大便會不會有很多 可能它會有很多細菌 嗯 那像鴿子的這種 這種鴨大便這種細菌 我接觸到之後我去洗手 我應該就安全了 嗯 但是它會 它會 它會 它會有 有 有對人體有一些 嗯 也會有一些共通的那種病 病媒嗎 對因為 大部分糞便可能是這樣 可是鳥類的它排泄物就會怕 我覺得它可能是它的特點吧 就是因為鳥類排泄物都是 固態啊 晶體啊 那種簡單的排泄物 它不會像 土地上動物很多很重 嗯 因為它要肥 所以那個排泄物如果乾燥了 它會變成粉塵 嗯 然後一吹風一吹那個鴿糞 那個就會變成粉塵 會跑進 屋裡面 然後我們就可能會呼吸到 哦對 因為它尤其像 因為我之前有清晰他有提到 他是剛好當房東 嗯 他就說 他們那個 那個 窗型冷氣外面剛好有個平台 鴨子最喜歡 我想為什麼鴨子很喜歡 站在那個地方 對對對 然後這個豬草啊什麼的 啊他們排泄物一定都在那邊 啊那個位置很難清 很難清不到 很難清 對啊他就 就是懷疑啦 就是那邊的排泄物乾了 然後他 冷氣又在 創新冷氣 他們有的不是像現在很封閉 封閉是很完整的那樣 室內機室外機分開那種 他就是創新冷氣 然後那個 那個 因為房子又比較久 他又會有縫隙 會 粉塵就吹進來 可是那個會 會 是那個會對我的健康影響是 跟 呃 跟塵蠻類似嗎 還是說他們 那塵蠻有一種 因為他 他有提到說 那個 那個 房客 剛好有去查說 是不是這分辨裡面有一些蠻 因為他那個小孩子啊 他們那個床上 如果有蠻的話 他們有懷疑是那邊來的 因為他們經常換床 那還是有 然後小孩子身上就這樣 一個一個紅色的 就是過敏了 對 就被咬 被那個蠻咬的 直接被 對對對 可是大人可能我們的皮膚比較 不怕是不是 應該還是會 還是會 只是大人比較 比較能忍受啊 比較能發現問題 可是 這個我要怎麼處理 就是 把鴿子 趕走 就是他可能在建築物的構造上 要想一下 可是很難耶 對 很難 因為您剛才講到這種狀況 我那邊就是 因為我是靠那個 龍心花園 我們那邊非常多鴿子 然後我們鴿子都會 都會飛到我們那個 就是 就是那個 那個冷氣機的那個 那個機組 那個應該算 摩打嗎 還是 他就是停在那個地方 他很愛那邊 那個地方 聲音很吵 他是覺得比較溫暖 是不是 然後這個是就會 就會很多大便在那裡 對啊 可是我沒有想到 他變乾了以後 會變成粉塵 會 會飄進來 對 我是覺得他應該是特別這一點 會 會 人家一點 這個我真的沒想到 鴿子大便會變成粉塵 嗯 你一般生物的糞便 他 發酵裡面很多細菌 可是他就是乾掉 就是在那邊 鴿子 狗狗的大概 這樣看到就狗狗狗狗的嘛 對 你不要摸他好像也不會 不會 我不要踩到 結果就沒事 鳥類就會有這種問題 那因為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 像龍心花園那樣子 大小的公園 就是因為都是上面都是樹 然後要不就 就會有這個電線桿 那我們現在電線桿 也是那個造型 又剛好是一個 有點像歪字形 然後就停在上面 那我那次就 趕快 趕快找一個人請我吃飯 我們以前想說 這個被 這個被 被鳥大便沾到了 你就趕快找人請你吃飯 嗯 去去美運 可是 如果鳥大便他這樣會變成 粉塵的話 我會想說我們龍心花園的鴿子 不知道算不算 我不知道算不算多 因為每天 從早到晚都有人在那邊運動 所以我就會想 可是我們 我們那個是在 我們家的 陽台旁邊 就是那個冷氣口 每天都把鴿子都來報到 嗯 而且鳥類又會有一些 有的時候流感 人就有流感 那沒有禽類的流感 對 可是禽類流感 跟人會共同 不會吧 就是有機會 有機會 有機會 因為像新冠肺炎 我們常見的那幾個什麼變異株 那是在人身上 但他其實 都會跨物種轉換 他跨了以後會變一樣 但他又有可能再跨回來 所以才會 比如說 偶爾就不像薩爾什麽什麽什麽 那個時候 突然就不見了 可能是跨出去 或者是 因為在我們震撼太嚴重了 不好傳播 不好傳播 對對對 要像感冒那樣最好傳播 太嚴重了就不好傳播 就是 就是讓你會發燒 但是又不會 又不會經常致命這樣子 對 你才會 跟人家有交流 那我們現在 口外那一天 現在他 他應該致命 致命程度應該沒像剛開始那樣 那麼嚴重了吧 對啊 那一開始 也是因為統計量比較少 就基數比較少 後面都 死亡率都大概 千分之一不到的那種比率 也千分之二了 所以我現在就把它當流感就可以了 欸 我是覺得他 有的時候 比流感還要輕微 已經可以比流感還輕微 看哪一種病毒 不過其實是 我覺得自己免疫力最重要 因為死亡的都是老先生 老太太 對 最好想請教一下 因為羊毛小孩的人太多 如果我要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他應該要做什麼 喔你說 假設是 對 吃維他命嗎 還是 平常 就是 可能 作息穩定 但是我自己觀察到 我覺得現代人 免疫力 西醫來講都是抽血去評估 不太複雜 我覺得講簡單一點就是 其實現代人有個 最容易造成身體免疫下降的 就是肥胖 肥胖 因為 其實糖尿病 如果真的診斷到糖尿病 那個是肯定 他的免疫力比方很低 可是就算還沒到糖尿病 他其實身體也是 帶一些中小群的情況下 他的 他其實身體的質量 一直在變差 所以免疫就會不好 我覺得是這個樣子 我沒想到肥胖會影響那麼大 嗯 但是其實現代人的一些 我覺得一個很關鍵的事情 各位朋友有聽到 不要肥胖 免疫力最重要 好 這對今天謝謝你 謝謝